这个地方是来源 把它切成八栏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原则 主要后面这个地方 基本上我们是根据 上面这个 每三个字 可是三个字 我不是从第三个字开始取 我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取 所以必须把它减掉 减掉二 称上三 减掉二 然后前面这个数字是 要抓 总共这边 有八栏有二十四个字 所以下一个 就是刚好会多二十四个字 又多二十四个字 所以这边的话 会乘上二十四 主要原因在这里 如果你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之后如果要变化成四栏 或者一栏 那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 其他就是说 我的标题列在第一列 我的标题栏在A栏 所以我这边前面有个钱的符号 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我们把它变成八列 也是这样做 如果把它变成四列的话呢 又要怎么做呢 基本上跟刚刚原理原则一样 其实呢 你的 这个公式 只要跟刚刚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跟哪里不一样呢 因为呢 我的总字数 因为这边的话 本来是八栏 有二十四个字 横向嘛 现在就四栏嘛 四三一十二 所以其实本来二十四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什么 十二 其实就OK了 其他不用改 好那你一样怎么样 把它向右 向下 自动就怎么样 把它 你会发现哦 当然不要往右再拉 因为会翻错 再向下 那你会发现呢 马上 就可以 总共有 一百 一十八列 全部就完成了 OK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把它做不同的 栏位分配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其实 这个地方 甚至我可以建议你们 可以比如说五颜绝句 七颜绝句 也可以类似利用这样的方式 因为 它有固定的 哪一句 哪一句 你可以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可以把它分别的 去摆放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边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最后 还需要 假设老 我希望把它乘以一 那所谓乘以一的意思 就是说 我希望它可以纵向 全部放在一起 为什么它纵向放在一起呢 假设我今天希望 做查询系统的话 查询系统的话 理论上 就需要 把它放在 同一栏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查询三字经里面 有没有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呢 到底三字经里面 像常 常出现像 人 人 人爱的人 在三字经里面 总共出现几次 义 理 这些关键字 哪一个部分呢 出现的几率最高 OK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仁义 理 或者是一些 常常见的一些关键字 那 假设你希望呢 在这里面查询的话 有没有办法 马上查出来 如果要查的话 第一个 你可能需要呢 先把资料呢 改为纵向的一栏 那第一个 怎么改成纵向一栏 其实到底很简单 一 请你怎么样 把刚刚的公式 稍微改一下 改哪里就好了 本来是24 对不对 因为我只有纵向的一栏 每三个字 每三个字 所以特别说 这边就乘以3就可以了 但是呢 会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这边的话 底下这个 纵向的裂号 你变成你要一直往下 去增加它 这个我再从 再弄一次 假设我今天 这个地方呢 是从那个 这边好了 假设有八个 我先做好 然后把它乘以1 那改的话呢 就是这个 可以把它删掉 把1到 1留下来 其他 那底下 因为它的栏 它的列号要增加 所以你把它往下拉 我记得好像 这个蛮多的 大概到400多 不过我不确定 有多少个 横向列 所以呢 我就先拉 比较多一点的列 再来的话呢 直接怎么样 把这边做 这个公式做修改 因为每三个 一个 OK 那其他不用改 按确定 接下来把它往下填满 填满到哪里呢 好像基本上 到472而已 OK 所以基本上 底下不要的话 你可以先选取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呢 把它怎么样 清除掉 因为这里面 还有隔线 所以我这就 Delete 可能没办法 因为Delete 里面这个框线 还会存在 所以你可以用 在常用里面的清除 里面 你可以清除全部 这样清除全部 你会发现 它就全部帮你做完了 那总共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三字经里面的全文 就会帮你摆在 同一列里面 OK 那这边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三字经总字数是多少 Ctrl向下 有没有 472乘上3 答案就出来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用刚刚的Word Word里面 报告哥没有用过一个功能 在教育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 字数统计 这个功能 报告哥没用过 如果你要算一下什么呢 这个文件里面 总共有几个字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用教育里面的 字数统计 你把它按下去 它会出现 1416 OK 基本上 如果你这边1416 跟Excel里面的结果 是472乘上3 所以472乘上3 也是1416 所以其实很多方法 可以取得总字数 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把它改成 纵向的一栏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另外延伸性的练习题 就是 你会发现 有个地方比较麻烦 什么地方呢 就是旁边还要再加编号 那每一次如果换栏 又要再换编号 所以有一个方法 我们之前讲过 你可以换成Column跟Row 就可以了 Column跟Row 那 这是Column跟Row 你可以什么 这个也可以后面 把它改成呢 And Column Column 和什么呢 Row 不过这个难度 可能稍微又高一些些 前面有讲过 也就是说呢 你将来 在这里面呢 就不要用哪一列 哪一栏 而是用Column跟Row 取代就可以了 这个我想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有Column跟Row的话 它的好处是什么 你上面的标题列 就可以什么 删掉了 标题欄就可以删掉 但是问题来了 它现在就抓不到了 那我们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里面 定位的地方 改成Column跟Row 就OK了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